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一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隨事連連一堆病痛 今天好辣醫師團 要幫你阻擋隨神纏身喔 好辣軍團 有哪些暴笑的倒霉事件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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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激動喔 好好喔 瓜哥 我想要問你啊 你有沒有過經驗就是 可能發生一件衰事 然後後面就開始惡運連連 譬如說我發胖已經很衰了 然後還失戀 然後或者是說 我出了連環車或就是 就是住院 然後結果 太假了吧 真的很慘耶 可是這次不是要衰事連連 是你發生這件事 會產生這些衰事 你被發胖怎麼會失戀呢 對 好辣喔 對 你不車禍 你不車禍怎麼會住院前 貓會被偷了 是啊 對不對 這個啊 福無雙至 禍不擔心 對 禍不擔心 烏肉 偏縫 連夜 對 你問我有沒有 接連一些衰事 就好像問我 我問馬國畢 你有沒有一些衰事 有 有 從幾場都沒過 這種衰事 這種衰事報紙都登了 還問我沒有 太多了 但是碰到衰事不要擔心啊 那是一種磨練的開始 沒錯 如果你摔倒了 還不知道為什麼摔倒的話 那你就下火戲後了 所以不用怕 衰事來的時候 我們好好應付他 是 所以倒霉不順 衰事多 誰能比你更長 真的沒說謊 生病竟然沒有人相信 是 我分享一個懶媳婦的故事 我的喜慎是 有一個奶奶 她每次來喜慎 都有一個外傭跟著來 那一天來的時候 是換了另外一個 很年輕漂亮的女孩子 那我說奶奶這是誰啊 是你女兒嗎 很漂亮 她說不是 那是我那個小兒子 新娶進來的媳婦 她說漂亮歸漂亮 但是 根本不能做家事 是一個懶媳婦 然後她說 她用台語講 叫變大媳婦 那為什麼懶媳婦 她說 其實他們家很多家事 都外傭在做了 那她剛嫁過來的時候 她看她在掃地 她就覺得 這個媳婦真勤勞 可是怎麼才掃五分鐘 她就坐在沙發上 抱著頭 在那邊說她 她頭痛 她覺得說可能是 剛嫁進來那個 不習慣 那就說 你休息沒關係 那第二次是 他們家剛好要請客 那外傭煮餐來不及 她就請她去廚房幫忙 煮菜煮五分鐘 又同樣說她 又坐在沙發上 抱著頭痛 可是休息 只要不做事 就慢慢又好了 她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她就開始 她懷疑是不是 她洗衣服不但能做事 那最近她想 什麼事都不能做 不然你去洗衣服好了 那去洗衣服 一樣洗到五分鐘 又跑到沙發上 又抱著頭在那邊說 頭痛 那那個婆婆其實也不大像 那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後來她說 外傭在家裡洗衣服 她就陪奶奶過來洗盛事 我就看一下洗衣服 洗衣服那個眼眶 就整個就黑黑的 那我當然就說 好人做到底 我就問一下那個洗衣服 你是不是有過敏 她就說對 她說洪醫師你知道嗎 我年輕的時候 只要遇到一些塵蟎 灰塵油煙 就會一直打噴嚏 可是很奇怪 嫁到內湖來之後 內湖可能比較潮濕 我覺得她覺得她那個病嚴重了 她不是只有那個打噴嚏 她整個會 她說會先聞到一股怪怪的味道 然後再看到一些 像閃光一樣的東西 其實就有一陣劇烈頭痛 那這樣痛起來 她真的是連站都站不住 一定要這樣窩在 把整個躲起來這樣子 那我聽起來 其實我看過類似的案例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 過敏誘發的偏頭痛 那這個是可以治療的 那我後來就問她說 有沒有健保卡 她說有啊拿出來 那我就開藥 我出來開止痛藥 我開了一些抗阻滋胺 然後我改了一個美離子 美離子對於那個 醬偏頭痛非常有效 那加了一些維生素B群 那我說還有沒有錢 他說還有錢 那錢啊 你都在地背著 在家裡 對 我拿了一個 我們診所最讚的外科口罩 一盒賣給她 我教她怎麼去戴那個口罩 我告訴她 每次要去做家事之前 就先把那個口罩戴上 你知道為什麼她做家事 就會頭痛 她掃地的時候 那是灰塵跟塵滿滿 又發那過敏 她在煮菜的時候 那是油煙 油煙也是一樣 嗆上來 她可能 她洗衣服是那個 有一些有機溶劑啊 什麼漂白水的那個味道 嗆起來一樣是 所以她後來戴了口罩 吃了我的藥之後 所以很多事情其實 不是 她不是在裝病 她真的是生病 那很多病 是在你有一些誘發因子 找出來 其實這個案例好多好多 都是因為過敏造成的偏頭痛 不是真的染 是真的頭痛 其實有對花粉很過敏的也是一樣 出去玩大家看到 一定是到最美麗的花園去看 她就不行了 經過就噴鼻涕打不完 鼻涕的流不完 過敏了 真的 過敏了 很可憐 最近我們家在裝 隔壁在裝 可是隔沒隔好你知道嗎 怎麼莫名其妙到晚上 我鼻涕一直流 第二天跟她講 只要把木板的三合板 怎麼都隔起來 才開始就阻絕那個塵滿 我才相信這個 原來這個東西 真的會讓你一直打噴鼻 流鼻涕 對 對 疾病如果她的症狀是持續的 大家都會相信你 因為你一直痛 可是有些疾病 她的表現是斷斷續續的 當她表現斷斷續續的時候 有人就會不相信你了 只有一個大學生 她才大二 因為她家離學校沒有很遠 她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個月 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 她腳痛的時候 她就會跟她媽媽講 她媽媽跟她也是關心 我兒子好像身體不舒服 會跟她講 那妳今天要不要 第一堂課請假 她就說好啊 就休息一下 她常常休息到下午 她才去上課 可是很奇怪 她媽媽一次兩次 第三次的時候 她媽媽會覺得不大 她說 妳怎麼最近常常早上 就在肚子痛 對 然後她兒子就說 應該不用吧 因為她說我早上痛完之後 後來就沒有我都痛了 那我晚上去看醫生的話 我要跟她講什麼 我現在肚子又不會痛 我要去跟她講什麼 她就覺得好像不大需要 她媽媽一聽越習慣想說 這家伙就是懶惰 就是故意 對 所以她有一次 她兒子又痛的時候 她媽就說 妳給我去上課 然後叫妳去看醫生 不看醫生 然後有時候 有事沒事跟我說肚子痛 然後就跟我說下午就好 晚上又好 說不用去看門診 這樣子好像有點假 就叫她去 硬叫她去 就那一天十點多 她媽媽就接到學校打電話 她兒子暈倒在教室 她兒子暈倒在教室 被送到急診室去 那時候剛好說 我們醫院的急診 那時候我們在急診的時候 我們一摸她肚子 整個就硬邦邦的 那時候電腦突然一切 那時候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因為裡面血塊很多 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就把肚子一打開 有個八公分的小腫瘤 整個裂開來 裂開來的時候 那個血這樣一直在噴噴 一直噴… 所以她會很痛 然後突然有點休克 暈暈的裡面 她當然開刀後來接完的時候沒事 出來那個小腫是惡性的 她說我們就跟她講 那媽媽就在問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小腫腫瘤 常常一開始的時候 全部都沒有症狀 她除非剛好塞住 會造成腸組塞 你看小腫是可以自由活動的 你一個重重都站在那邊 她就這樣一直晃… 有時候會造成那個腫子 有點打結 打結的時候就有點腳痛 可是那個腫子 是可以自由活動 她會轉開 所以她有時候常常 早上痛個十幾二十分鐘 一轉開又沒事 一轉開又沒事了 可是她這是很倒楣 她剛好是可能小腫 長到一定的大小就裂開了 她這種其實很慘 因為我們現在都會在關診 她什麼時候會復發 因為如果她前幾次 就有來看醫生的話 完整的被我們拿下來 沒有問題 可是她現在這個已經破掉了 我們已經不曉得 多少的癌氣多少已經… 噴上了 也搞不清楚 對啊 但是我們只能盡量 把它切乾淨 對 因為肚子痛 其實很多小朋友 從最小時候 一兩歲不想吃飯 都會講說媽媽我肚子痛 好像是肚子痛 這場被她誤會 就是拿來當藉口 所以我之前也是遇到一個 阿嬤就帶孫子來 來就七禮拜話 因為其實那一週是月考 就月考週 那個禮拜要月考 阿嬤說 我說怎麼了 然後我說 只在一開始說 你這八道天 我說從昨天晚上 就是說肚子痛 然後不能好好的睡覺 那阿嬤就想說 看起來吃飯也都正常 摸起來肚子是軟的 我就問她說 有沒有吐啊 有沒有辣 她說對啊 沒有頭啊 她阿嬤就覺得 這個小孩子就是在裝兵 所以我邊檢查的時候 在旁邊一直罵那個小孫子這樣 然後我就說 阿嬤比較緊張 我們先稍微檢查一下 可是往上面檢查 就呼吸到稍微 就是咽喉 是她有點紅紅的 就聽她的呼吸聲的時候 她整個 她整個喘民聲非常的明顯 其實她是一個 但是她不是用咳嗽 她就是很喘 然後她說 她整個晚上就好像 做一整夜的仰臥起座 她就橫膏這邊 這樣反覆的這個運動之後 她這裡的肌肉 其實會痠痛的 但孩子不會講 她就講說她不舒服 她肚子痛 這個有點嚴重 她氣喘發作蠻嚴重的 所以 然後她在那個診所 吸了好幾次的診氣 她才把她的氣喘症 亂緩和下來 有些疾病 其實真的蠻容易被人家誤會的 像之前就是 我遇到一個小朋友 她本來就是一個 長期過敏的小朋友 然後讓媽媽帶來 念幼稚園到要生小醫 然後生小醫的時候 媽媽就很緊張 我覺得她的小朋友 就是都一直打噴嚏流鼻水鼻塞 而且來看的時候 就很明顯就是過敏 然後我想要跟她餵一覺的時候 她媽媽就急著把小孩帶走 她說她今天要看四五顆 因為她覺得她小朋友 第一個她會過動 然後 然後白天的時候 在學校就是 都會常常搶同學的書包 然後或者是打棚學這樣子 然後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有一些有機可取 因為小朋友看起來 坐在那邊乖乖的 不過她注意力不是很極重 仔細幫她看 第一個就是 再來就是她鼻子 不只有過敏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側面 她的鼻腔 這個叫下鼻甲 她的鼻腔的下鼻甲 整個很肥厚 把我們鼻子全部都塞住 對 從小就過敏了 小朋友很容易都這樣 都是只能用嘴巴呼吸 沒辦法用鼻子呼吸 再來就是她的鼻炎部這裡 這個叫鼻炎部 我們成年人 如果鼻炎腫大的話 要懷疑會不會有鼻炎來 小朋友 這裡鼻炎腫大 通常是一個叫現樣體 她還沒有完全退化 所以整個 她整個呼吸道都是窄 說那個 就是比較窄的情況 她晚上睡覺這樣躺著 就很容易會有一個 睡眠中止症 對 所以小朋友睡眠中止症 她不會以說她白天很想睡覺 到四歲來表現 她有同一情緒暴躁 然後 因為她就是白天晚上沒有得到 正常的休息 而且小朋友不像成人一樣說 我們睡眠中的症 就是可能要帶呼吸器什麼的 小朋友帶呼吸器 她的臉會變 所以最好還是手術為主 我們就是把她鼻子弄通 現樣體拿掉 然後扁桃腺 把它摘除之後 整個呼吸道暢通 那個小朋友 過兩三個月回來之後 媽媽就真的說 晚上都不會打呼 而且 然後另外一個病人就是一個 阿嬤來的時候她就說 醫生 我的喉嚨被魚刺卡到 卡到三個月了 然後一個地方就是 她的喉嚨這邊就一直在痛 一直在痛 吞東西就刺一下... 覺得很不舒服 刺到三個月才開 對 那我就覺得她 快要變一條魚了 這期間她看了十幾個醫生 然後就是 然後她掛我們的人就是說 她看我年紀比較輕 眼睛應該比較好 你看 可不可以用 可不可以仔細一點把它抽出來 麻煩用你的鷹眼 對 然後就是看的時候 就真的找不到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想說 我就進去用手摸看看 一壓 然後 阿嬤他就果然就 就震一下 然後就好像被電到 他其實不是被魚刺刺到 他是 猴龍長骨刺 對 這是一個比較通俗的 我跟大家講 他其實學名叫做 老鷹症候群 他就是我們後面有 爐底有兩條骨頭是尖的 那個叫金土軟骨 然後他會 他那個肌肉是 掉住我們的舌頭的骨頭 所以他那個金土軟骨 會隨著年紀增長 然後就會慢慢蓋化 慢慢蓋化 然後他就會慢慢變長 跟我們長骨刺有點像 對 剛好他出來的那一根尖尖的地方 就在扁桃腺的後面 所以阿嬤就是吞東西的時候 就會被扁桃腺又被刺一下 扁桃腺又被刺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需要手術 我們就把他扁桃腺拿掉之後 從裡面把那個骨頭掰斷 然後整症狀就解除了 本來是他家人已經覺得 這個阿嬤是不是 有點神經病 對 要裝病什麼的 假鬼假拐 真的是他有病 對 我曾經遇過一個三十幾歲年輕女性 她每次就是壓力大 就是工作有給她壓力大的時候 她就說 因為這樣子又請假 同事說 你怎麼抗壓性這麼低 可是她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跑去好多家診所 醫院 她都去就醫了 那每次都說 綠病症 自主神經失調 那可是她壓力過就好了 那有一次到我們門診來 那來的時候我就看她抱著肚子 進來就趴在桌上 醫生 我肚子好痛 肚子理學檢查 沒有說急性腹症 那超音波幫她掃一掃 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抽血抽完之後 任何資料就是 那我跟她說 你要不要進來住院 我們幫你查一下 她說不行 我要照顧小孩 結果回家了 結果隔天急診室打電話跟我說 你昨天晚上那個病人 已經痛到昏倒了 而且現在在急診室 全身這樣癲血在那邊抽抽抽抽抽 那做完一些腦部的斷層 脊髓液的檢查都沒事 就找不到原因 那忽然有一次 在查房的時候 因為幫她驗尿 忽然發現說 她滋留的尿液 陽光一照 就變成酒紅色的 尿的顏色變酒紅色 她忽然想到一個 很罕見的遺傳性疾病 叫做子質症 後來是把她送去更進一步的 罕見疾病 就是檢查之後 後來用藥 她的症狀就好了 聽到陳偉良醫師的案例 我就想到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就長期會胃不舒服 可是後來他去檢查 醫生就說他有 治癒神經濕條件 就是說他壓力太大 所以他只要在我們大家面前說 他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你放輕鬆 深呼吸嘛 你幹嘛想這麼多呢 然後結果後來有一次 他真的胃痛到不行 是他媽媽送他去醫院 就發現是 因為他胃癌出期是跟 就是好像胃炎有一點點雷同 就是上腹或是脹氣 所以他也就一直忽略 我們也都叫他忽略 對 所以後來 一般胃痛就隨便拿個胃藥吃一吃 對 長期吸引的都還能忍 對 等到真的忍不住去看 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很多東西 可能胃會癢 就已經很嚴重 這個事實在嚴重的胃炎 對 其實當症狀不是很典型的時候 有時候症狀持續一久 對於照顧了 對於病人來講 以及照顧他的家屬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其實有一個 六十幾歲的女性病人 她長期一大 就是大概半年左右 都一直跟家屬說 她要 那大家 因為第一個 她有糖尿病 所以她症狀不是很典型 所以家屬會先 帶她先去看骨科 那X光一照出來 真的有一些些微的骨刺 然後給她一些藥物 去做治療 可是她每隔兩三天 就會跟家屬說一次說 然後請家屬帶她去看醫生這樣 那後來又看了神經外科 又看了許多多的診所 那他們鎮上的一些診所都看遍了 那終於有個小鎮的醫生想說 那幫她驗個小便好了 那驗出來就是有 滿明顯的密道道感染 就轉到我們醫院 來做一些檢查 那我幫她做個超音波 一掃起來 發現她腎臟輪廓不是很明顯 好像糊糊的這樣子 後來做了超音波 發現說其實她腎臟有點化膿 那前面有一個石頭塞住 塞在腎臟的出口 然後造成腎臟這個地方 一直有化膿發炎的情形 那一般人如果是這種症狀的話 她其實幾乎連腰會挺不直 因為腎臟在後腹腔其實 那非常的痛 但因為她有糖尿病 她沒有發燒的現象 對 然後她就會一直 長期的腰痛來表現 那後來只是把她這個石頭給夾掉 那到現在來為止 她其實都過得還不錯 那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真的自己本身 有一些慢性疾病 尤其是糖尿病 它會讓你免疫力下降 所以她表現出來的症狀 就不是這麼的典型 接下來我看個第二樣 沒人比你更倒楣 這樣也能掛病 好 那我分享一個 吃完牛排 還有住院住一個禮拜的故事 真的嗎 我有一個阿公 阿公的洗腎的病人 然後洗腎病 我們每個月都會抽血 那最近她食慾不怎麼好 所以抽血她的血色素 掉到剩下9 那你知道正常 男孩子的血色素 大概要14以上 那阿公就貧血 可是又還沒有到 輸血的那個程度 那我們就 她兒子來接她的時候 我就跟兒子講 那個假日的時候 帶阿公多去吃一些好料的 那結果後來阿公回來 阿公回來之後 就很高興 他說兒子最近 禮拜天都會帶他去吃牛排 那我就說OK 血色素真的有 慢慢慢慢也不要上來了 那後來又有一次 我禮拜一查訪的時候 我看阿公心情不是很好 他說洪醫師 我問你一件事 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他昨天 他兒子又帶他去吃牛排 那他真的不知道 牙齒什麼時候掉的 他只是他吃完牛排 他發現他的牙齒少了一顆 他跑去哪裡找不到 可是他完全沒有感覺 他說那顆牙齒 那顆牙齒是真的 可能已經在咬了 已經在咬了 他可能最後就是 壓垮駱駝再一咬下去 可是他說洪醫師 可是我昨天下午吞完之後 就吃完牛排 不久之後覺得這裡悶悶的 胸口悶悶的 然後今天早上還解黑大便 那我就想這樣 這樣就不大對 我就跟他講說洗完腎之後 我就說轉到急診室 去做一下檢查 然後他後來找腸胃科 把那個胃鏡做進去 他的食道被割了大概一個 五公分的傷口 在出血 那為什麼後來他們 可是找不到牙齒 牙齒已經排到腸子去了 那他們後來 就經過化掉了 對 腸胃科醫師他們認為 應該是那顆牙齒卡在肉裡面 那端剛好是在暴露出來 那我們食道在蠕動那塊肉糰的時候 那個因為銳利的那個在外面 他就像這樣刀子一樣在割一下 結果住院兩天之後 那個牙齒就自己排出來了 那當然可是他前兩天又進食 不能吃任何東西 然後加上這一折騰 他更慘了 他整個營養整個就垮下 所以我在想 老年人在吃任何食物 不好咀嚼的 真的要特別小心 不是嗆到的問題 也不是說堵到的 其實他有很多很多 牙齒咬不動的問題 對 要小心 先生 你不吃牛了 對不起 不吃牛了 是姓楊嗎 沒有 被割過 自己的牙齒折到 兩塊真的滿好笑的 哈囉 我是那個 棒球中馬隊的啦啦隊的隊長 我是一個很愛吃海鮮的人 然後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要考肌測嘛 然後前一天晚上我阿姨 去那個魚缸 買了很多的螃蟹回來 然後我就好開心喔 就跟我阿姨 兩個人吃了五六隻螃蟹 吃完之後 我們又吃了幾顆芒果 到考試當天啊 我同學就看到我 就說 其實你為什麼 嘴唇發直 然後柳是蒼白 我說 有嗎 我覺得沒什麼異狀 也沒有什麼不舒服這樣 進去那個考場 我坐下來才寫了一兩題 我覺得感覺我肚子悶悶的 然後就好像不舒服 然後結果越來越痛 然後後來到了廁所 就開始上吐下瀉 然後全都無力 我最後就半走半爬的 回到教室跟考察官說 我真的很不舒服 最後學校還幫我叫救護車 然後到了醫院之後 醫生跟我說我是 這樣 對啊 芒果配海鮮 感覺也會中毒 好像芒果 芒果有 芒果比較毒 就配什麼酒 還是什麼都會中毒 可是我阿姨沒事耶 但是上天海鮮不耐性 螃蟹配那個柿子一樣 對啊 海鮮如果沒處理很好 很容易不新鮮 對 你們的講法是 農民力以上寫 要科技死白 我覺得是海鮮的問題 其實那個在急診室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的白態 因為我以前在林口長庚 守過一陣子的急診 其實之前那時候我守大業的時候 就會跟那個女生 很瘦弱 大概三幾歲 她就來我們急診室 來在急診室的時候 我就說小姐哪裡不舒服 她就把她守著去 去給我看 她左手的腋下 走一個像排球一樣 結果就小排球 就走那麼大 一看就像是血腫 我那時候一看到 我就想說 我就露出那種很同情的眼光 因為我就會感覺就是 被加暴 因為譬如說加暴 我們要找社工 所以我就想問那個 可是又不想問得這麼明顯 說你是不是被你老公打 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奇怪 我就說 你這個怎麼啦 她說很痛 我說你有需要幫忙嗎 還是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她就覺得很奇怪 什麼話要說 我就這裡很痛 因為我想跟她講說 我想說你講了 我就去找社工 那我直接問你就怪怪了 我就說那你真的不需要 我幫你找別人來幫忙你嗎 你這樣子 她說要幫忙什麼 我這裡很痛 你可不可以先幫我打指頭這樣 我就說你這到底怎麼受傷的 她說她六點多的時候有去那個 給人家刮痧 她覺得她這邊最近氣很不順 她請了一個她認識的刮痧師傅 把她這邊刮了快兩個小時 刮痧之後她覺得還滿不舒服的 就去睡覺了 就睡起來就直接就腫了跟什麼一樣 刮痧 結果後來其實她是 因為她真的很瘦你知道嗎 她刮刮刮刮刮 把裡面一個小洞麥刮破了 後來我們去做那個電腦斷層 還發現那個小洞麥 那個血在噴 還在噴 我們本來打算用冰敷壓的 因為發現她有在噴 就後來送去做那個血管攝影去酸塞 我第一次遇到那個 我們常常做酸塞直血 都是那個車禍被卡車撞到 被什麼撞到 第一次遇到刮痧 刮一刮就 去安排血管酸塞去把她血管塞住 我從來沒看過 可能因為她太瘦了 人家又刮得太厲害 我們還有遇過一個 剛才那個雨童不是在講嗎 常常都是後部擔心 我之前也被一個那個 十七歲的小女生 一個月在計程室 我就遇到她三次 第一次我遇到她的時候 她來就手上一個四公分的傷口 在手臂上 就是以前媽媽保護得很好 她從來沒有切過水果 想說這一次自己切 就一刮 就刮一個四公分的傷口在這邊 後來隔了兩個禮拜 我又看到她 這次來的時候是 整個用一個左腳的地方有沒有 通通都是沙子 我就說 因為我看到她認識得很好 我說妹妹妳又怎麼了 怎麼今天會來急診室 她媽媽又陪她來 她說她練習機腳踏車 斜倒 全部擂殘 左腳全部擂殘 但是我一看 奇怪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記錯人 明明就同一個人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幫她縫我是左手 結果她在講話的時候 我上次不是幫妳縫左邊嗎 她怎麼什麼 右手怎麼 她說妳上次縫的時候 我在這邊 我上禮拜 在那個學校 做那個美術的時候有沒有 拿那個美工刀 右邊一個刀把 不過不是在你們 在那個學校附近的 急診室縫的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她上上禮拜縫左邊 上禮拜縫右邊 這禮拜因為雷殘 來急診室 結果我就跟她講說 那個媽媽 我覺得妳女兒最近 好像有點貝貝的 媽媽就說也是啊 她就說那醫生 妳有沒有什麼好建議 我說可能要小心一點 對 可能要小心一點 結果隔了禮拜 結果就重來急診室 不過這次是坐救護車 不過進來的時候 人是清醒 然後媽媽又看到我 非常著急 剛好又看到我 每次都遇到我 她在我上班的時候一直來 我就說妳傻到底 我就說妳怎麼 這次她更衰 她過馬路 她綠燈 她走那個斑馬線 被人家摩托車這樣撞上來 人家床頭都直接撞到她 我好在骨頭沒斷 是骨裂 所以又來我們這邊打石膏 雖然我後來我是 我不是基統 我是沒有幫到她 但是我跟她講 我不是自己本身衰 因為像剛剛 大家故事都是自己衰 我是 她就是 你知道我以前小 我也是耶 我都別人看我衰 我小時候 我爸爸是騎那種野狼125 然後那個 就是她是外露的 她沒有那種罩子 然後下車的時候 她就把我抱下來 一抱下來之後 放下去 燙到一個很深 然後還去就是狗遊 然後好不容易快好囉 下一次她又把我抱下來 然後我現在 我的兩個小腿肚 有對稱的疤 就是一模一樣這樣 人家以為胎記了 對 黑黑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次我媽 煮好蛋花燙 她說好開心 就過去我媽就 打翻 撒在我身上 然後蛋花燙剛剛煮好很燙 所以那時候我的手臂 跟肚子也是被燙到 緊急送醫也是有留下疤痕 然後最嚴重的 就是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是上那種 自然實驗課 然後有那種工業用的美工刀 就是非常的大把 而且很利 然後那時候 那個人沒有關好 就露出一點點頭 放在桌上而已 然後旁邊就兩個男生在那邊 玩在那邊打鬧這樣子 然後撞到這把美工刀 他要用手去接 接到之後 順勢的這樣下來 就畫到一條 然後我看我腳 現在是有一個很大的疤 好明顯喔 這麼長 很深耶 很深 而且他只是輕輕的 這樣畫下去而已 這個沒有縫的感覺耶 有 它旁邊都是洞 你要近看 它旁邊都是洞 有...真的 好多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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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蜈蚣耶 其實全部都要靠過去看 然後這一個 那時候我看到它裡面的脂肪 我都看到了 白白的對不對 白白的 真的有那個格子狀耶 對 我第一次看到脂肪 然後我就是緊急送急診 然後那時候 因為周圍就也沒人敢抱我 一個女生就說 那我抱妳下去 我們在四樓 一抱之後 OK 抱了過了多久 她沒力氣 然後她就抱了 我真的傻眼 真的傻眼 我真的傻眼說沒關係 我可以自己走 因為其實這麼大的傷口 你當下是不會痛 不會痛... 不太會痛 所以我就是後來就坐救護車去 然後那個救護人員說 傷口都裂開了耶 好精采喔 還就是笑我這樣子 但後來我覺得她 因為我是送急診 所以她處理得不好 所以她縫得很大 所以主要是要爆面這樣 對 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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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我的傷口 結果她就是 永遠都會有一個 蜈蚣的形狀 腳踏車也不會要人命 有 小時候我們腳踏車 後面是很大 後座是這麼大 因為你要載東西 對 那以前就被哥哥載 側座沒有震座 因為鐵太大塊 你震座很痛 結果變側座 因為那是載貨的東西 那平衡感不是很好 騎著騎著它會閃來閃去 結果她騎著爬坡路 怎麼騎著下去 還用力踩 我一直... 因為重心不對 腳進去 結果下來我就看到 第一次看到我的骨頭 全部皮脫掉這樣 那個白色的骨 像熬的骨湯一樣 對 我那一整個暑假 都這樣爆的 好多 所以這種隨事其實 很多都發生在這種 日常的生活的小日常 就發生了 我有一堆朋友 他們開電器行的 那那一天就是 剛好進了很多貨 那很重的一些冰箱 然後電視洗衣機 在那邊整理 都沒事 那我好想說 今天店面整理得還不錯 要不然我們把桌子 也轉一下方向 好得有個新氣象 椅子稍微挪動一下 就這時候在移桌子 跟椅子的時候 那個不小心 那個老公在搬椅子的時候 那個移腳就剛好就 壓在老婆的腳上 老婆這樣就尖叫說 你磨砂 你想磨砂太太嗎 他就說 你還不是常常用高跟鞋 踩到我的腳 他覺得說 李上晚好像沒什麼大事 他當下就非常的疼痛 那他們平常都有在練 那個跑馬拉什麼的 他當下痛完就覺得說 應該還好沒什麼大事 他第二天還去練跑 練跑跑了幾圈之後就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疼痛的狀況 他第二天晚上 真的有點整個都腫起來 就來看我的症 他就又描述了一下 兩個夫妻在那邊鬥著 我賣完賣完 然後看一下 我又壓他 我說你這個地方其實 也有可能會是骨折的問題 然後再一次光影照 真的他的那個 腳的掌骨的地方 壓到的地方 就真的整個骨裂 就真的整個骨裂 就這樣輕輕一壓 所以後來也是得打上石膏 我是演短劇的時候 有曾經受過傷 那時候十幾年前 瓜哥的那個節目 紅白勝利 然後我要演一個就是 就是我被同學推出去 然後我推出去鏡頭之後 我還自己上妝 就是這邊要塗一道 那個腳踏車的傷痕 然後我推出去之後 然後一台腳踏車 經過鏡頭這樣子 代表我被腳踏車撞到 對 結果我趴出去的時候 我只顧著自己要化妝 我不知道腳踏車 從我前面騎過去 然後結果他後面有那個 那個什麼 有沒有 然後我就趴下去 然後那個就這樣撞過來 一聲 然後我想說 怎麼那麼衰撞到 然後趕快起來 說我被腳踏車撞到了 好針喔 對 腳踏車那個 腳踏車那個血 血就讓你流下來 然後旁邊人講說 你們有化到有化血的 有化血的 我真的嚇到 好 你受傷了 趕快去醫院 我就出去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濕濕的一摸 這個臉都是血這樣 然後後來就馬上去那個 附近的醫院封了五針 然後就回來之後還繼續拍 我說行 我們現在這個特效做得這麼好 對 講他這只奇怪 血這樣就爆開了 對 我曾經遇過一個媽媽 她本身有糖尿病 本來傷口就癒合不好 又合併 又有一些肝硬化的情況 那時候她要過年了 她就買了海鮮 那海鮮要怎樣的最新鮮 就是活跳跳的最新鮮 她就買了大堆蝦子回來 在整理的時候 結果蝦子都跳起來 就從她手扎下去 而且扎得很深 那時候她就說貼起來 結果第二天又腫更大 過年啊 診所都沒有開 就自己拿那個止痛藥吃一吃 哪知道吃一吃 越吃越腫越大 後來就有 就是有 顏色感覺都變了 而且顏色也開始反黑 有一點有血的那種 水泡跑出來 她兒子覺得不對勁 趕快送來醫院 我去摸她 結果我聽到後來 摸下去之後 腫了手有 撲...的聲音 後來去切了CT看起來 原來是 那是因為那個感染的 就是因為那個感染 後來趕快緊急找整形外科 把它化開之後去引流 泄壓 這麼嚴重 那因為免疫力不好 所以手指一直 就是一直往上漲 最後不得已就把 全臂整隻截之截掉 我的天啊 好厲害 陳醫師 你這樣講完 誰敢去挑火海鮮 對 火海鮮自己挑 你去吃一次 其實我也有被嘟到過流血 會啊 都會的啊 我們也被魚這樣上面有沒有 那魚它有時候站起來 對 站起來也會很硬 是 大家實際就很奇怪 為什麼每次出事情 都是什麼糖尿病病化 然後糖尿病化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大概就是兩個 糖尿病病化 大家都說名利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因為糖尿病病人 他們血糖都很高嘛 血糖很高的時候 你手上的蛋白質 都會被糖化掉 糖化掉之後 它就沒有正常的功能了 所以你一定會稍微差一點 另外一個我覺得 如果一般正常人 就不會有症 對 就不太一樣 另外就是糖尿病的病人 感覺都很鈍 感覺都很鈍 所以他們症狀 都是要很嚴重才會發現 對 每次我們那糖尿病人進來 明明就已經敗血症 像我之前遇到過 糖尿病的病人 他進來他是血壓掉很多 他兒子叫他 叫媽媽 送到我們院急的時候 以為是中風 任何地方 他都不覺得痛 他這個糖尿病 就已經整個都爛掉了 你摸他他還是覺得悶悶的而已 就是因為他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鈍 所以糖尿病人每次 只要有那種外傷 搞得很嚴重 就是因為他們前期 就是不知道 你跟糖尿病足一樣 他們覺得沒什麼 他沒感覺 他是沒感覺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 就是剛剛就是聽到 覺得腳踏車好像 真的不是好東西 因為我的故事 也跟腳踏車有關 就是 我剛才有遇到 我第一次 那天是國二那一年的國慶日 我很清楚 因為那天晚上我期待煙火 然後下午沒事就去練腳踏車 因為那時候不會騎腳踏車 然後爸爸帶我去練腳踏車 然後大人不多喜歡 就放手 然後放手就讓你騎 然後我那時候放手 我就往前衝 撞到牆壁 我就掉下去 撞到前面那個 我猜得差不多吧 一樣的感覺 對 差不多 就私密處超痛 下面超痛 然後我回家 我就跟我媽說真的超痛 然後我媽就是說 沒關係 就是睡一覺就好了 那我就真的去睡一覺 結果睡一覺起來更痛 結果我自己摸 然後發現就腫一大塊 我就是整個腫一大塊 我媽就嚇到 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送我去急診 然後就留意觀察 醫生進來 帶著單眼相機進來 然後要 就是要看我那到底是什麼 就拍了我私密處的照片 好可怕 我可怕 那張照片很扯 那張照片就是 到後來幾年後 我去同一家醫院看眼科 然後他貼在病歷裡面三成五 因為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照片是藝文提供嗎 那是我的病歷 當 sample就對了 對 就是貼在裡面 然後一馬上就煩到 沒有拍到臉 沒關係 可是那是我的病歷 我的人就在 認得出來 可是妳認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整個就是腫起來 那時候是血腫 然後我就去 我人生第一次進產房開刀 就是國二 因為要就是開下面 血腫要放血 可是那時候 因為不能摩擦 所以醫生說 然後那時候國二 大家自尊心都很強 現在女生喜歡搞小團體 對 所以就是那時候 就是很愛穿裙子的女生 就代表就是很做做的女生 那一陣子被就是 排擠 對 被排擠 就是班上意見領袖 就說這女生怎麼做做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講 有私密出售傷 可是我沒有私密出售傷 沒人相信 好可憐 對啊 就已經很痛了 然後還被下面拍照 然後還被班上的牌子 就真的超衰的 其實有些案例是病人很倒楣 有些案例是醫師很倒楣 但有些案例就是 醫生跟病人都很倒楣的案例 對啊 為什麼 其實在 之前有一個二幾歲的大學生 因為生日的關係 所以就要了很多同學 在模特兒裡面開趴 開趴就大家都喝忙了 那晚上同學都離開了之後 就只留下她跟女朋友 那深夜幹嘛 就是做一些親密的行為 那可能女生真的也比較High 就是在上面的位置 那從上面坐下來的時候 沒有坐到那個位置 所以就好像這樣坐下來 就把那個哏這樣壓下去 然後 然後那一首骨折腑 也是已經變掉了 這樣拍一聲 很清脆的聲音 然後男生就覺得 那個地方開始痛 那後來發現那個形狀 越來越奇怪 整個總得跟S型一樣 對不對 就好像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 海綿體骨折 基本上我們的陰莖 是沒有骨頭的 對 對 所謂的海綿體骨折 它的正確學名 應該叫做白膜破裂 黃色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脂肪層 脂肪層再往下這個地方 大家看起來 這很像骨頭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海綿體 在沖血的時候 血會沖在這個地方進來 那白膜就是外面的一個容器 那血越來越多的時候 男生才會有辦法站起來 那剛好坐下去 那這個地方破裂了嘛 那當然急診就call我們 為什麼我說醫生會很倒楣 因為這種事情 通常發生在半夜兩三點 那我們就要進去做修補這樣 修補完之後 就高階那個病人說 大概一週 一個月都不能刑訪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 是不能勃起還是不能刑訪 不能 勃起沒有辦法 勃起 就是盡量不要去刑訪 對 那我覺得 為什麼會說他喝得非常忙 因為我幫他手術完之後 他就握著我的手跟我說 醫生這是我女朋友送給我 然後第二個案例也是一個 五十幾歲的男性 那他也滿衰的 為什麼 因為他帶小三去酒店裡面 那也是可能玩得太好 因為通常五十幾歲 通常來講還免體骨折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通常都不是跟老婆 那時候不會 因為那時候不會這麼激烈 然後大部分我都會問 然後通常都會承認說 是跟外面的小三 對 那外面小三 也不小心把他做斷了 然後他當然就到醫院來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經驗小三 通常都不會出現 他一到病房就說 我不要公布我所有的住院資訊 名字那些 我全部都不要公布這樣子 那後來修補好了 跟這個病人有了建立關係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不會想要公布 他說 因為我本來這個不是我老婆 那我住院的過程中 他當下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給老婆說 老婆那個公司臨時派我去南部出差 需要一個禮拜 所以這個禮拜我都不會回家 這樣子 對 那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住院的過程也結束了 然後到回家 所以後來他其實也沒有被發現 謝謝 狀態超級差 連醫師都會 你在破壞 我那一天 接到一個基金會的邀請 要去做一個演講 可是他們這個演講 就是去一個學校 然後演講之前要先尿液篩檢 那我就帶我一個護理人員跟我一起去 那去參加的有老師還有學生 所以我們有造冊 老師牽左邊 然後學生牽右邊 是一個大學 結果來了一個很操勞的 大概看起來快40歲 就頭髮凸 牙齒已經快掉了那種 看起來 然後他就要牽學生那邊 那我們的護理師說 老師牽左邊 然後他還是繼續牽右邊 老師牽左邊 開劇團 那時候我在旁邊看著 為什麼一個二十幾歲的學生 會看起來像年紀那麼大 我跟他們主辦單位 一個校戶聊起來說 你們這邊是不是有 博士班的學生 他說沒有 我們都是大學部 我知道你在說誰 他說那個很操勞的 他們那個同學都叫他 他就是 看起來就是很操勞那個 他說他真的是 大三的學生 二十一歲 這件事害我後來的演講 好多魂不守舍 為什麼 因為他就坐在滿前面的 我一直在看著他 他有腦袋關係 在鑒別診斷 到底什麼疾病 會這麼操勞 我一直都很難相信 我就跟那個校戶講 一定要請他到我門診來 繼續追蹤 那門診 我當然我覺得他是不是有很多 什麼自體免疫疾病 或是會代謝的一些問題 什麼早衰症這一類 那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全部真的都正常 那後來我就跟他 再討論其他 他說他剛進大學的時候 也是很年輕的 這三年來操勞了許多 那我就問他 其實他三年來幾乎不吃蔬菜水果 就是他是一個大學生在外面之後 他們三餐都是亂吃 他真的是完全都不吃蔬菜水果 他水也喝得很少 然後熬夜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是把那個蔬菜水果 開始吃多喝水 其實真的是一個月之後回診 所有的外觀 就整個大幅改變了 所以我是認為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子 一個人住宿 在外面突然變得很燥 要盯一下 是不是有在吃蔬菜水 那個一定是營養部分的問題 很重要 我曾經有看過一個年輕人 那門診的時候 他媽媽就帶他進來 一進來 就看起來 皮膚就有點黃黃的 他媽媽說 我兒子最近就很疲倦 連吃飯的時候 隔壁鄰居就跟他說 你皮膚變黃 又很疲倦 一定是肝有問題 所以就帶了肝膽科看 那他媽媽說 你一定要幫他做一個 徹底的檢查 結果我就 那些全部都幫他驗了 每一個都正常 我也不知道怎麼交代 因為走檢查都沒問題了 那忽然他媽媽就說 你趕快喝 趕快喝那個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媽媽 因為他長期在看電腦 滑手機 原來他兒子半夜都在打電動 他說沒睡覺 他覺得他眼睛不好 所以有時候就會 就是拿一大堆胡蘿蔔汁 叫他當開水再喝 結果BELA胡蘿蔔素 累積太多了 就是皮膚就變黃了 大家問我說 他肝有問題 原來會 這樣會黃 一般是木瓜跟胡蘿蔔 很多小朋友喜歡吃那個 就是吃到黃黃 都會被家長帶來我們這邊抽血 說黃膽 事實上是不是真的黃膽很簡單 你只會看皮膚黃黃出來 真正的黃膽 眼白一定會黃 如果你只有皮膚黃 眼白不黃 那大部分都是食物造成的 是 因為我有陣子是氣色很不好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在家裡 自己跌倒 然後我就往後摔 所以我那時候是撞到後腦槽 自己跌倒 不知道 滑倒 半夜上廁所滑倒 然後是往後摔 然後那時候因為就是這樣 很大一聲 我媽就趕快出來看說 你怎麼了... 我就說我撞到後腦槽好痛 然後那時候後腦槽 馬上就腫了一個包 我媽就說 那你趕快回去休息看怎麼樣 然後我這一睡 我就睡了很久 天荒地老睡不行 我媽怎麼叫我 就是說我好累 再讓我睡一下 我媽就覺得不對 就說那我帶你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看我的 我的臉那時候是慘白的 我連唇都沒有唇色 都是慘白 然後那時候 也一直在打哈欠 就是說好累好想睡 然後醫生就說 我覺得你好像不太對 你要不要住院 然後照個核磁共振 然後我想說 有這麼嚴重嗎 我只是摔到後腦槽而已 然後我就住院了 也照了核磁共振 結果檢查出來的結果 完全沒事 純粹就是我的臉色差 太累 所以跟我撞到腦 一點關係都沒有 聽起來是她獨隱犯了 她其實真的很差耶 其實真的很差 因為我只要有時候素顏 我是真的臉都是白到不行 然後連嘴巴都是白的 對 她可能 她可能沒化妝就這樣 對 她可能沒化妝就這樣 但是以前就是氣色不好 然後我就發現就是 你身體的狀況 真的就會反應到你的臉上 然後那時候大家看到 我都說 智希 你半夜是在去做賊嗎 就是你怎麼會 好像沒睡飽 天天很累 然後他們就建議 我要吃B群 但是因為B群 都會有一個特殊的味道 或者是很大顆 對 很難喝 所以我就不喜歡 我就上網搜尋說 到底有什麼B群 是適合我的 然後我就有找到這個 然後它是B群的 大家應該都 對 這個牌子 這個媽媽去日本 或是什麼 一定會買回來 放在家裡 我也是他們的本身的愛好者 然後以前只有在日本 才買得到 對 然後其實現在在台灣的 藥妝連鎖店 跟官網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大家應該都會對 就想說 這B群應該就是 針對你的疲勞 體力下降 完全不會把B群跟養顏美容 聯想在一起 但是它這一個 它的成分主要是 B2 B6跟B1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問醫生說 B2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他說其實在體內 它可以 所以它這一罐 不是普通的B群 它是可以讓你 肌膚漂亮的B群 對 那先給我兩顆 然後 因為它這一個是日本藥廠 就是知名大廠製造的 所以它的品質是安全有保證 那現在怎麼買 在日本 像以前是在日本才買到 但現在在台灣的 連鎖藥妝店跟官網都買得到 先一顆不夠再補 對 然後 而且它大家都會怕 它有氣味或是大顆 但是你看它其實 這很小顆耶 對啊 這小顆就很好吞 對 而且它其實就這麼小顆 非常好吞 而且也沒有怪味 然後它就是單手 就是這樣盤蓋的設計 很方便 對 然後一次倒出來 就是一顆的量 攜帶也方便 對 不會一次就 失手倒很多顆這樣子 對 然後我是自己在 長期補充了之後 以前很怕素顏 在路上被認出來 但現在素顏被認出來的時候 是會覺得很開心 就想說 天啊 大家認出我 然後還是說 你皮膚好好喔這樣子 而且它是在台灣買 也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今天談了這麼多 我們講 心態會影響人的運氣 我們常常講 你其實也有好運 但是好運來的時候 幾乎就覺得理所當然 不好的時候就要記住 即使是發生一些小事情 我也會覺得命運中 跟自己作對 但生活當中 隨時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自己也要保持愉快 要看得開 自然你的運氣健康就來了 對啊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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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